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前一段时间在蚂蚁集团上市前夕突然被叫停 四部门联合约谈了蚂蚁集团的高层 在这个新闻中很多小伙伴听到了一个词 叫做资产证券化ABS 说花呗和借呗通过资产证券化 把几十亿的资金变成了几千亿的贷款 有小朋友就问我说 这资产证券化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吗 对整个国家是好还是坏呢 那么今天就带着大家了解一下资产证券化的话题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几集 比如说我们先来说一个基础集 基础版的资产证券化 基础版的资产证券化 最早美国人搞的叫什么呢 叫MBS MBS中文翻译抵押支持证券 抵押支持证券 什么叫抵押支持证券呢 简单来讲就是以房地产为抵押的资产证券化 一会我们会解释的 那么后来人们又发现不光房地产可以证券化 万物皆可证券化 只要你能够返本息的这个东西就都叫资产 资产就都可以证券化 比如说什么助学贷款 消费贷款 购车贷款 都是可以证券化的 这种就叫ABS 叫资产支持证券 它也就是说除了房地产之外 都叫ABS 资产支持的证券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MBS和ABS整个流程是怎么回事 那最早这个东西出现在上个世纪70年代 那个时候的美国人要买房子 那美国人他要买房子他也买不起 是吧 因为房子比较贵嘛 于是怎么办呢 他就找银行 他就找银行 他就说银行 你能不能给我带点款呢 找一个银行 银行就给贷款 是吧 所以银行向这个人发放了贷款 银行向购房者发放贷款之后 那么每个月这个购房者会返还给银行本息 就是普通贷款 对吧 那么这种贷款模式大家基本上都是了解的 但是银行不太愿意贷这个钱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这个购房贷款 他一代贷好几十年 那这段时间内银行这个钱就掐在那了 对吧 他把这个钱已经付给了贷款者 他自己就没钱了 对吧 所以银行不太愿意贷 后来这个美国政府就支持成立了一些公司 房地美 房利美 用来购买这些银行的债券 是吧 以贷款为标的为资产支持的一个债券 这种就是MBS 它具体来讲是这样的 这个购房者他有可能会还不起钱 对吧 他拿到了一些资产 但是他有可能会还不起这个钱 于是为了规避风险 就有很多个购房者 很多个购房者他向银行借了很多很多的钱 对吧 那么银行手里边就会有一大堆的合同 对不对 有一大堆的合同 银行说这些合同有一些合同可能是风险比较小 有一些合同的风险比较大 咱也不知道哪个风险大 哪个风险小 干脆咱们怎么着 把它打一个包 把它打一个包 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叫做SPV特殊墓地机构 特殊墓地机构就专门用来存这些合同 那么这个机构存在的意义 是为了把这个业务和银行其他业务剥离开 就银行破产了 反正这个合同还在 是吧 好了 那么现在有了这个SPV的这个机构之后 他就说我现在要把这个风险分开 我怎么分开呢 我把它给分吧分吧 喊一声变 摇身一变 我就把它分层了 分层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以这个购房合同 能够偿还本息这件事为抵押 发行债券 你买了我这个债券就相当于买了我这个合同 你买了我这个合同 以后这些购房者还给我的本息就给你了 对吧 所以你相当于买了我这个债券就是间接的 给了这些购房者贷款了 就这么个意思 但是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把这些合同分几层 比如说第一层叫优 第二层叫粮 第三层叫差 这优良差怎么分出来的 就是我承诺 说一旦要是这些人 只要有人还钱 我就会满足优等债券的需求 优等债券约定利率是多少 我保证满足你 对吧 如果这些人 那更多的人按时还钱了 我就满足量这个需求的债券 如果所有人都按时还了 那差这一级的债券它也能够满足 所以它的安全性就是优级债券安全性最好 只要有人还钱 优级债券就能够满足 然后还钱的人更多 量级债券也行 所有人都还钱 差级债券也能够满足 然后他把每一级债券又进行了一大堆的切割 分成很多份 然后就到市场上去卖 说你们要不要来买这个东西 我们就管它叫MBS 抵押支持证券 当然如果说这里边不是购房者 而是个购车的 或者是像花碑借碑这样的 那么这个东西就称之为ABS 好 那么为了让这个债券看起来安全性高一些 怎么办呢 他们又会请一些评级机构 评级机构是用来评价这些债券的安全性的 评价这些债券安全性高不高 是吧 评级机构 这个评级机构 比如说在美国三大评级机构 哪些标准普尔 什么穆迪 惠玉这样之类的 他们去评价这些债券 比如说他告诉你 最高级的这个债券是三个A 就几乎无风险 跟美国国债一样了 是吧 中间的这个是一个币 是吧 两个币 最底下这个是C 反正评价完了 评价完了之后拿到市场上去卖 卖给谁 就卖给了这些 比如说基金 比如说像这个信托 比如说什么投行 或者说是银行等等 其他的银行可能也会买这些东西 一些资产管理机构就买了这些债券 那么这些债券MBS或者是ABS 他就给了这些基金信托银行之类的这些机构 而这些机构又会把现金返还给 现金返还给这个SPV机构 这SPV机构又会把这个钱给银行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 银行充当了一个中介 是吧 把这些机构的钱那么给了这个购房者 然后拿购房者的本息又还给这些机构 不过在这个过程中银行是可以赚利差的 比如说在银行发放贷款的时候 它的本息是6% 比如说 但是它最后形成债券的时候 这三级它的这个价格不太一样 比如说优级债券 它可能这个利息只有2% 是吧 两级债券是4% 差级债券是6% 它这么一搞的话 它就可以赚一个利差 最后你会发现这个银行有什么好处 就是它这么一捣手 钱它也没有付出 是吧 所有债券都卖完了 就钱它也没有付出去 同时它的这个利息还拿到了 那6%吸收的这个钱 然后有一部分是6% 有一部分4% 有一部分2%放出去了 所以最终结果银行赚了一个利差 对吧 好 这个过程我们就称之为资产证券化的过程 不过这个资产证券化的过程 它仅仅是一个基础版的一个过程 是吧 后来这美国人又发明出了千几百块 各种各样的这个证券化的产品 咱们来讲第二种 第二种终极的资产证券化产品 叫CDO 担保债务凭证 担保债务凭证 说什么叫担保债务凭证 CDO呢 这怎么回事 你看这些个资产管理机构 基金也好 什么银行也好 或者投行也好 他们手里边可能拿了一大堆的这个ABS 或者MBS的这些债券 对吧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投行 这个投行他为了挣钱 于是他就买了一大堆的债券 是吧 买了一大堆的债券 这些债券有的是ABS 有的是这个 有的是这个MBS 是吧 反正就是买了一大堆 买了一大堆的这些债券 买了一大堆之后 他就想 那万一这些债券最后我没有办法还本付息怎么办呢 我的资金也有需求 我能不能以这些债券为抵押 我再卖一次 这就叫担保债务凭证 那怎么办 他就跟刚才一样 他首先把这些玩意打个包 打完了包之后 像刚才一样 他大喊一声变 变完了之后就变成什么 中间我就不写了 还有这个SPV什么转七八糟这些东西 他就会也把它给分层了 也把它分层了 分成三级 是吧 一个是优 一个是良 一个是差 当然可能级别会更多 然后再找这个评级机构来进行评级 找穆迪他们就进行评级 评级完了之后 比如这个是两个A的 这个是两个B的 这个是什么两个C的之类的 是吧 然后把它进行切割 他就说我现在卖吧 我再卖给别人 就跟刚才银行干的这事一样 但是这个的区别跟刚才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这个区别就是刚才的这些 不论是MBS还是ABS 它的这个底层都是一个贷款 或者是一个资产 对吧 我们是能看到底层的 但是这个CDO它形成的这个债券就叫CDO 这个CDO债券它的底层并不是一个还款的资产 而是一个债券 是吧 它是以债券为抵押的一个债券 是吧 叫CDO 是债券的债券 好吧 这些玩意都弄了之后 它就卖给别人 是吧 卖给什么投行 基金 什么卖给其他的投行 或者是卖给什么基金 养老金什么的 是吧 养老金一般要比较安全 所以它一直买那个最高等级的 是吧 它还在卖给什么什么银行 或者是卖给什么机构 反正就是卖给这些资产管理机构 好了 这些个资产管理机构拿到了这个CDO之后 他就琢磨 他说我也不想这么一直持有着 然后等着这些人还利息 对吧 我不想这么干 我想把它也捣手卖出去 最后把我的资产拿回来 是不是 因为他现在他们是给出了钱了 他们拿到了这个CDO之后 是给了钱给这个投行了 是吧 所以现在他们没钱了 他们就琢磨 我能不能把它也卖出去 于是他们手里拿了一大堆的CDO 他们把这些CDO再打一个包 这个是CDO1 这个是CDO2 等等 是吧 一大堆的CDO他再打一个包 大喊了一声便 然后他就又搞出了一套债券 那这个就是CDO的CDO 称之为CDO的平方 是吧 也可以分级 优 良 差 然后再往外卖 是吧 这样他不就又拿到钱了吗 所以大家都在这么玩 最后出现了CDO CDO平方 CDO立方 CDO三次方 四次方 就这样一直往下走 最后人们已经搞不清楚这个CDO到底底层逻辑是什么 人们已经不明白了 所以到底谁还钱才能让这个CDO正常运行下去 人们已经搞不清楚了 但是即便是这样 华尔街的这帮天才们依然没有罢手 他们又搞出了更高级的玩法 更高级的金融衍生品 称之为CDS 叫做信用违约调期 这个信用违约调期 CDS又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还举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个基金 这个基金它就说我现在我持有了一些债券 这个债券可能是ABS 可能是MBS 可能是CDO 比如说是ABS 反正我就持有这些债券 我持有了这些债券之后 我现在想一直拿着它 然后来吃利息 就是这个还款人还给银行 银行就会还给这些机构 这些机构就往下还 一直还 就可以还到我这 对不对 所以我每个月都能吃到利息 但是我心里边又不踏实 万一有一天这还款人不还钱了怎么办 所以我想给我拿的这个ABS 我买一个保险 是吧 于是他就找到了一个保险公司 当然也不一定是保险公司 也可能是一些其他的投行之类的 那那么这个保险公司它就说了 说我们现在想买一份保险 怎么买呢 就是我要向你每一年支付保费 这个保费咱们当然得商量 多少钱合适保费 那么如果说我这个债券能够每个月按时拿到还款的话 那咱们就没事 这保费你就白赚了 是吧 如果说有一天我这个债券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 反正最后违约了 我拿不到钱了 那你就得给我提供保障了 你得赔我这个损失 是吧 就是给这份债券又买了一份保险 保险公司就觉得这个债券的这个风险不大 那我就卖给你吧 于是他们就建立了这么一个合同 这个就叫做信用违约掉期 它实际上就是给这个资产证据化的证券的一个保险 但是后来这个东西就变味了 变成什么样了呢 就是另外有一个基金 这个基金它其实并不持有任何的ABS或者MBS这些债券 它没有 但是他就觉得这个买卖可以做 于是他就跟这个保险公司说了 说这样吧 我也给你一份保费 我给你这份保费 那么保谁呢 就保他这个债券 注意 我是没有这个债券的 但是我就保他这个债券 如果他这个债券要是正常不违约 保费你白拿着 如果有一天他这个证券要是违约了 那么你不光得赔给他 你还得赔给我 是吧 我也要这份保障 说这个事就很有意思了 就是类似于如果我们买了一辆车 说我们给车上了一份保险 这是很正常的 如果我们要开车出了事故 保险公司赔我们的钱 但是现在就出现了什么情况 就是我没买这辆车 我以别人的车为标的买保险 他如果要是不出车祸 我这保费白交 他如果要是出车祸了 那好 你这个保险公司得赔我钱 是吧 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是希望别人出车祸的 对不对 我是希望这个债券违约的 它完全已经是一种对赌 而不是保险了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基金 那有可能有很多的基金都在干这个事 是不是 我给你一个保费 你给我一个保障等等 有一大堆的基金都在干这个事 所以最后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这种CDS 金融衍生品 到这也没有结束 还有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金融衍生品 我们不得不佩服华尔街的这帮人 能够想出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这种金融衍生品来 而且金融衍生品的数量 可能已经远远超过了最开始的那个贷款数量 就是最开始的这个工人或者农民 他花了比如100万美元去买了一套房子 他没有想到后面因为他的这个行为 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金融衍生品 可能远远超过他这个贷款额 是吧 2008年美国发生了这个次贷危机 对吧 发生了次贷危机 一会我们去解释一下什么是次贷 在次贷危机中 你这个实际的贷款到底有多少钱呢 大概估计了一下 实际的贷款额只不过就是1万亿美元 1万亿美元的贷款额 那么各种各样的金融衍生品到底有多少呢 这种衍生品大概有几百万亿 几百万亿美元 那实际有多少咱也不是很清楚 反正就有百万亿美元 就是说通过这杠杆放大了百倍 所以这个金融衍生品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 巴菲特就管这个CDS 叫做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是吧 一旦有一个人违约了 他欠了100万美元他不还了 他本来以为那不就100万美元的事吗 那你到了CDS这可不是100万美元的事了 他可能放大十倍百倍都有可能 这取决于有多少人以你作为标的进行对赌 我们现在大概了解了什么是资产证券化 那么下面我们就想跟大家说一说 因为这个资产证券化而造成的一个危机 2008年这个美国的次贷危机 美国的次贷危机 那么美国次贷危机的这个时候 其实主要的资产证券化就是这个MBS 就是用住房来抵押的这个支持证券 然后又加了一大堆的这个衍生品 那么后来为什么出问题了呢 就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 那个互联网泡沫破裂了 所以美国人就希望能够刺激经济 就把利率降得特别低 降到1% 是吧 然后这个时候也希望大家能够带动房地产 通过房地产来拉动美国的经济 于是出现了很多很多人去贷款的这种情况 那么在这段我们过程中就出现了一大堆的风险 我们来说说这几个风险 第一个风险就是什么呢 就是放款机构的 放款机构 比如银行 它的道德风险 放款机构的道德风险 放款机构 比如说银行 是吧 银行它把一些钱带给了购房者 如果他这个钱是他自己的 他就得想 说我万一要是拿不回来这个钱怎么办呢 所以他会对他这个贷款的这个申请人进行严格的核实 但是现在银行不需要那么做了 因为它完全可以把这个合同打包 是吧 通过一些方式把它证券化 然后卖给其他人 所以他白赚两个点的利息 而且又不承担任何的风险 那既然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对吧 所以我就不需要对你这购房者进行严格的核实了 这就叫什么 这就叫放款机构的道德风险 那么这种道德风险就造成了很多的次级贷款 次级贷款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的这个贷款人不是那么优质 我们就称之为次级贷款 那么比较夸张的次级贷款 比如说有这个仁者贷 什么叫仁者贷呢 就是说这个购房人他既没有工作 也没有收入 还没有资产 什么都没有 这种情况下还给他贷 就叫做仁者贷 还有什么呢 就是可调利率贷款 可调利率贷款的意思就是说你先贷款 你贷完了款之后最开始的几个月几年吧 你还的都很少 只还利息 而且这个利息还很少 对吧 到了后面的一段时间 你才开始还本金叫可调利息贷款 那么最开始这些没有工作没有收入的人 他们拿这些贷款他怎么还呢 很简单 因为房价在上涨 所以他们买了一套房子之后 是吧 没钱了 他就把第一套房子卖了 然后套出更多的钱来 或者把第一套房子抵押 套出更多的钱来 再买一套 买完了之后房价上涨 他再抵押 再套出更多的钱来 然后继续去买下一套 所以房子就越来越多 他还可以一直还着 对不对 但是如果有一天房价开始下跌了 那么这一套逻辑链条就断掉了 这是第一个 放款机构道德风险 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第二个风险 叫评级机构它的道德风险 什么叫评级机构呢 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需要给这些债券进行评级 那有一些基金 比如养老基金 它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很差 所以他只买那个3A级的证券 是吧 于是他们就会去找 比如找穆迪 可以说你能不能告诉我 我这个债券能不能值3A级 穆迪一看说你这个债券买就两个A吧 但是问题是如果我给你凭两个A的话 那人家转手走了 是吧 人家去找标准普尔了 所以目的就必须把它往上调 那这样一来就存在一个 这个评级机构的这么一个道德风险 后来对这个次贷危机进行反思的时候 很多人就指责说这个评级机构充当了帮凶 这是第二个风险 第三个风险就是滥用金融衍生品 滥用金融衍生品 这本来我只是想买一套房子 对不对 结果搞出了这么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金融衍生品来 咱们说一个极端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工人比如说他贷款买了一套房子 同时他还剩了一点钱 然后就买了个基金 对吧 结果有一天这个工人因为资产情况恶化了 所以他还不起房贷了 他希望能够把这个基金里边的钱拿出来还房贷 结果他发现基金里的钱也拿不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这个基金购买的那个金融衍生品 正是以他这套房子为标的 所以这样一来资产整个链条就断掉了 谁都没有钱了 所以这个金融衍生品有的时候也挺吓人的 那么第四个人们反思就是因为监管不够严格 监管不够严格 人们低估了金融风险 美国的监管机构一般的原则就是 只要不是法律禁止的 那你什么事都能做 所以这帮银行家们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 但是却忽怠了它的风险 因为只要我赚到了钱就行 那么风险要别人承担我不管 是吧 那这个监管机构也有一定的责任 所以后来在次贷危机之后 就出现了巴塞尔协议3 巴塞尔协议3对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 做了更加严格的限定 就为了防止这种金融风险再次出现 当然最后这个金融危机之所以出现 还是直接原因加息 加息 在2004年开始 美国人就觉得这房价涨得有点不像话了 短短几年快翻了一倍了 于是从2004年到2006年 美国人就开始加息 利息从1% 连续几次加息加到2.5% 那么连续几次加息加到2.5%之后 那么有一些这个购房者就看 这房子好像是利息太高了 我就不贷款了 或者说我贷了款之后我还不起了 于是就出现了这个断购的情况 那么最开始断购的肯定是这些刺激贷款 就那些三无人员 对吧 所以他就房子断购了 那么他的这个房子一旦断购了 比如这个人他就还不起钱了 还不起钱了之后跟我们刚才说的 那你这个最差的这个债券 他就没有收入了 对吧 这个差的债券就会还不起了 然后这个房子就被银行收走了 银行就说我把这房子卖了吧 结果房子一卖就会促成房价的下跌 那么房子一旦下跌了就会有人一看 哎呀 我现在这房子只值50万 我欠款还有70万 那我干嘛还要还这个房贷呢 我不还了 所以这个人他也不还房贷了 于是这些中级和这些优秀的这些债券 也都没有任何价值了 没有钱了 对吧 那么他们这个债券如果变成垃圾债券了 这些基金信托银行就都没钱了 是吧 都变垃圾了 好 那现在这些债券没有用了 这些CDO自然也就都没有价值了 CDO没价值 这些个投行基金也就完蛋了 是吧 好了 那这个基金他们高兴了 他说你看我可没有 我没完蛋 为什么 因为我买了保险 对不对 我把这个保险的钱已经给了你保险公司了 所以保险公司你现在证券完蛋了 你得赔我的钱呢 但问题是保险公司他们没有留够足够的钱 来应对这场危机 所以所有人都把保费给他了 但是他自己先完蛋了 他完蛋了之后这些基金也拿不到赔偿 所以一个也一个跟着完蛋 那么在这场完蛋的过程中 没有人能够幸免 所有的金融机构以及投资者 都会亏掉他们的本金 那么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咱们随便举几个例子吧 比如说美国这个顶尖的保险公司AIG 美国国际AIG保险 那么这个保险公司1500亿被美国政府救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如果破产 对美国的影响实在太大了 是吧 那所以他就相当于干了很多这个CDS的事 结果被美国政府给救了 1500亿美元才救活了 好 他算是幸运吧 他救活了 但有些人命运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 比如说贝尔斯登 华尔街第五大投行 贝尔斯登 因为这件事股价跌了90%多 那最后被摩根大通给收购了 还比如说美林华尔街第三大投行 因为这件事也被收购了 他们两个被收购 被收购 很低的价格被收购 最惨的应该就是雷曼兄弟了 雷曼兄弟一百多年历史的一个美国第四大投行 因为这件事情搞了太多的这个CDS了 结果最后资不抵债 要破产 破产前夕雷曼兄弟的人 就打电话给美国财政部的部长 打电话给巴菲特 希望人救他们 但是别人也不知道雷曼兄弟的这些账目 到底有多大的坑 因为这些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金融产品搞得非常的复杂 这个非常复杂的产品谁也搞不清楚 你到底有多大的雷 对吧 没有人敢救你 最后雷曼兄弟终于破产了 非常的残酷 那么最终这一场危机 人们经过估计大概在美国造成了800万人失业 800万人失业之后有600万人无家可归 600万人没有房子住了 无家可归了 最后造成的损失有多大 大概有5万亿美元 5万亿美元这么多 这还仅仅是在美国 后来这个次贷危机的这个事就传递到了其他的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也都受到了一定的波及 那么有人说次贷危机的影响到现在其实还没有结束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我们对于风险的估计不足 在这些金融风险中 前三种的这个金融风险 是跟这个企业家们相关的 这企业为了盈利 那它就会出现我希望更多的人贷款 对吧 我这个评级的时候给你手松一点 我用更多的金融衍生品来为我自己盈利 对吧 所以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 在监管这一层上都不能够放松 如果放松了监管 那么金融的风险就会被放大 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资产证券化情况如何呢 中国的资产证券化还是处于起步阶段 2005年的时候中国才开始试点资产证券化 然后又改善金融危机 所以又停滞了 2012年之后 那么我们的资产证券化才正式开始 现在我们买房的这些钱也可能会被银行打包 然后变成证券化 我们买理财 买基金 买信托的这些钱 可能也买了一部分的这个ABS或者是MBS的产品 而蚂蚁金服所做的这个事也是这样 首先它筛选出一些贷款者 把钱借给他们 然后把这份合同打包 打包之后分级变成一个ABS 然后再卖给这些基金信托 银行券商 这些资产管理机构 拿到钱了之后再带给一批新的人 这就是花呗为什么经过一大堆的滚动之后 从几十亿变成了几千亿的一个原因 而后面这些CDO CDS在我国其实现在还没有大规模的开展 我国现在主要的还是第一种基础的这个资产证券化产品 很显然资产证券化有它的优势 它可以盘活存量的贷款去扶植企业 比如阿里巴巴集团 他们就通过贷款扶植了数百万的中小企业 但是任何金融产品都有它的风险 如果我们不能很好的控制风险的话 那么一旦这个大楼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的话 没有人能够幸免 我们存到银行里的钱 我们买的理财产品甚至我们的药物金 他们也需要进行投资 而一旦大楼倒下的时候 没有任何一个看似安全的资产能够幸免 所以我们国家才一直要强调 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我还是那句话 不能光看贼吃肉不看贼挨揍 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涌 对于个人来讲 投资的时候要考虑风险与收益 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讲 他所要考虑的三件事永远是风险 风险和风险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帐号丁路老师里订阅我 点击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